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电柜的接线方法 正常我们的设备到我们的客户这一边 我们的电柜接线大纸上就有这些线需要接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都有什么线 其中有两个是航空叉 这是我们从机床延伸过来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线是我们的自动头的一个接线 这个白色的线是我们激光器的一个接线 绿色的线是我们各种的四幅编码线 这其中绿色的线还有一个是单独的 这个是七个头上的一个信号传输线 要接到我们调校器上的 最后这是我们这个黑色的 这个粗的是我们电柜整体的电源线 好那我们下面开始展示一下每一组线要怎么接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航空叉 这个航空叉我们在出厂的时候 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客户进行连接 我们会进行一定的打标记 比如说这里有1这里有2 分别对应的1和2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这个被擦掉了 我们可以看这里 这个这里分别有这个阿拉伯数字 从1到8 从9到16 跟这里是1对应的 我们来猜一下 这里也有相应的数字 这9的左端是1 然后9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航空叉上的数字呢 跟这里的数字要1对应 然后这样去连接 2号航空叉也是这样 这里也有数字 这里也有数字 然后跟这里的数字要1对应 然后接着来我们接这个绿色的线 我们绿色线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绿色线呢 上面分别有标签 分别是Z轴 Y轴 X轴 Y1轴 以及这两个没有标签的 我们先接这个有标签的 这个Y1轴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四伏 四伏驱动器 其中看到下边 也有对应的 Y1轴 Y2轴 X轴 和Z轴 我们将这个编码线1对应接上去就好了 看到这是Y1轴 X轴 Y2轴 Z轴 这两个没有做标记的线呢 分别是什么呢 其中这一个是我们 咱们用的是自动切隔头 自动切隔头呢 需要一个小的四伏来调节 这也是自动切隔头的一个编码线 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心 我们绿色的线呢 还有最后一根 这一根呢 一端连着我们切隔头的电容 另一端呢 连接着我们调高器 调高器的背板 我们先把它 顺过去 然后打开扩门 这里呢 就是我们调高器的一个面板 这是它的后面 插进之后呢 相应的选顶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接着接着这条黑色的线 这根线呢 是我们切隔头上 切隔头上自动焦焦的一个接线 这根线呢 主要是接到这个自动头的一个四伏上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这个接线呢 我们给一个一一对应来 这里有A加A减B加B减 分别对应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离近一点 这里有A加A减B加B减 看到了吧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 然后再讲一下这个UP和DOWN UP和DOWN接在什么位置呢 接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板卡 这有个W附和W正 W附接的是UP W附呢 接的是DOWN 然后还剩下最后两根线 最后两根线呢 分别是24伏和0伏 24伏呢 我们接在这里 这里是24伏的供电线 0伏呢 我们接在这其中 这下面的一个COM端就可以了 好 那我现在接一下 大家看一会儿 等一下看到最后中的效果 好 我们现在已经接好了 这个黑色线 我们大家看一下 一共是8股线 这里面有个24伏 刚才我说的那个位置 这个是电源的供电线 24伏的 这个0伏呢 接在下面这个COM端口 这下面有英文 都是COM 其实接在哪一端都可以 因为输出是0 然后我们对应的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DOWN和UP 分别接的是什么呢 UP接的是W正 DOWN呢 接的是W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还有8根线 分别对应的是 A加A-B加B- 接的是我们 自动调高头的一个4伏 好 这是我们黑色线的接法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把激光器的这个信号线呢 来接一下 首先啊 这些白色的都是激光器的线 我们这边呢 用的是电脑串口连接 只要把其中 挑出来 我们有用的就可以了 这一端呢 我们出场的时候呢 这一端是已经连接好的 三条线 这一端是接电脑端的 我们不用管了 再偶呢 就是这一端 这一端呢 分为MOD正和MOD副 这一端呢 分别接的是调制正和调制副 然后这些线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们到了客户那一端呢 或者说我们出场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 每一根都要做绝缘处理 就是我们用绝缘胶带 把它缠上 都把它缠好 做绝缘处理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展示一下 这两股线要怎么接哈 首先我们接这个 MOD线呢 其实就是一个激光的控制线 我们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接到我们的板卡上 板卡上呢 有一个在这里 可能离近一点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 在这里有个批证和批副 分别是调制正和调制副 正常我们的MOD线呢 就是在这里 调制正呢 接的是MOD正 调制副呢 接的是MOD副 但是为了这个接线的美观 也为了安全呢 我们一般在板卡上 把线呢 延伸到下端 就延伸到这里了 这里分别有一个调制正和调制副 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 把这个线接到这里就可以了 分别对应的是调制正副 把它拧松 当然如果我们下面没有线的话 分不同的设备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线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直接接到板卡上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有个批证 这个小字母能看到吗 在下面 在我这个螺丝刀指的位置 这里接的是MOD正 然后上面有个批副 接的是MOD副 好我把它拧紧 一会儿大家看一下效果哈 这一根线呢 直接把它伸到前面去 连接到电脑端就可以了 在这里 这一根线呢 是网线 它的两针分别连在哪里呢 一端连在我们的调扣器的背面 一端呢 连到我们的电脑的网线端 我们看一下效果哈 好我们最后讲一下我们的电柜的电源线的接法哈 首先这里就是我们电柜的一个电源线的进电的方向 我们打开看一下 给大家区分一下 这是我们电柜的整体的一个空拍 我们看这里 怎么区分是220伏和380伏呢 只要看这里就可以了 这里呢 有L1 L2 L3 有三根火线 代表是380伏 N呢 代表是零线 如果只有其中一根 比如说只有一个L1 那就是220伏 我们这里的电源呢 一般从那里下去 直接接到我们的 实际现场的一个空拍下面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设备安装电脑 直接把电脑的这个 箱子打开 然后我们这个是大波主持者 要把相应的这个板卡插在上面 拿板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要放在这两个位置 然后慢慢的把它插进去 这里面呢 是为了给大家做展示 正常情况下 我们插好之后呢 要用螺丝把这里固定上 但现在我们为了高效一些 直接把插线 这个是我们的屏幕的信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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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蓝色的 这条蓝色是我们的USB的延长线 这条腕线的另一端连接到我们的调高器上 这条是我们激光器的调制线 最后我们为主机箱安装电源 以上就是我们的电脑 这条腕线的调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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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条腕线的调制线 所以这条腕线的调制线